第531章 神秘白衣小女孩 明明是稚嫩的声音 可爱的容貌 但是这个白衣小女孩 所透露的那股诡异气息 却是令得萧妍 将神经紧绷了起来 与那双乌黑大眼睛对视着 片刻后 萧妍甘声笑道 小妹妹 这个东西不好吃的 你还是还给我吧 我要长大 就要吃它们 小女孩平静地道 长大可是需要时间的 你这样做 那可是拔苗助长 没有半点好处的 萧妍面上一片正色 心中却是闹腾了起来 这个诡异的小女孩 已经吃了一株珍稀药材 这药材管理库 只有她刚刚开启过 若是好长老追究起来 那自己恐怕又要麻烦了 时间对我没用 听到萧妍的话 小女孩脸颊 却是微微沉了一点 用稚嫩的声调大声道 哦 老天 无力地拍了拍额头 萧妍一阵头疼 这小女孩 究竟是哪里跑出来的怪物 不仅力量大的可怕 并且言辞还颇为怪异 若她只是一个普通小女孩 萧妍就算顶着 欺负小孩的骂名 也得强行将冰火龙虚果抢回来 但是当察觉到 这个小女孩那可怕力量后 这种念头 她却是只能乖乖地收好 她清楚 以先前这小女孩两根手指 便是让得自己动弹不得的力量 若是发起飙了 自己怕是 没什么好果子吃 你吃了这里的药材 好长老会找你麻烦的 萧妍苦笑了一声 道 那个老头 我才不怕 她知道了 也不敢拿我怎样 萨氏可爱地翻了翻大眼睛 小女孩哼哼道 眼睛跳了一跳 萧妍心头却是活络了起来 这个小丫头 这么目中无人 难道是院中 哪位高层的孙女不成 但是院中一些长老地位 大多相同 若是子女犯了错 也无人敢如此 对别的长老说话 难道说 这白衣小女孩 是那从未露面的大长老 或者最是神秘的院长的孙女 我今天心情好 不打你 你赶紧走吧 别管我 小女孩再次咬了一口金刚蒲 嘴巴滚动着 声音含糊地道 再次将一口的金黄液体吞下 一旁 听到她的嘟囔 萧妍不由得有些无语 若是让别的炼药师看见 她这般糟蹋 这种珍稀药材 并且还嘟囔难吃 恐怕会被气得鼻孔冒烟吧 无奈地摇了摇头 萧妍刚欲说话 心头却是微动 脸庞上浮现极为柔和的笑容 蹲下身来 柔声道 小妹妹 这些药材都不好吃吧 嘴中说着这些话 萧妍心中却是暗暗鄙鄙视 这些药材 萧妍虽然蕴含着极为精纯的药力 但是若是直接生吞的话 味道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 嗯嗯 难吃 听到萧妍这话 白衣小女孩 顿时极为赞同地点着小脑袋 虽说有时候 她表现得有一些异于常人的淡漠 但是似乎骨子里 依然和一个正常的小女孩 没有什么区别一般 难吃的话 那你将这个果实 还给哥哥好不好 我请你吃好吃的 萧妍笑眯眯地道 脸庞上的笑容 就如同欺骗小女孩的怪叔叔一般 不行 难吃虽然难吃 但是你请我吃的那些东西 里面有这么强大的能量吗 听见萧妍要她浇出冰火龙虚果 小女孩顿时警戒了起来 摇着头道 萧妍笑容一致 这些药材都是集天地能量所生 一些寻常东西 怎么可能会蕴含这般强悍能量 不过听她话中的意思 她吃这些珍稀药材 似乎目的就是其中的那精纯药力 但是令得萧妍有些难以置信的 是这未经过炼制的药材 虽然药力精纯 可却比丹药的药力要更加狂野一些 以面前这个小女孩的身体 竟然能够承受住这等能量的冲击 心中略有些疑惑 不过当萧妍想到这小女孩的 种种诡异之举后 却是稍稍是燃了点 这个小女孩 恐怕也不是什么普通人 苦恼地摸着额头 片刻后 萧妍试探得到 要不 我帮你把你要吃的丹药 稍稍炼制一下 让得它们变得好吃一点 这可比生吃药材好多了 炼制 嚼动的嘴巴微微一停 小女孩乌黑大眼睛猛然亮了一些 你是炼药师 瞧得小女孩这副表情 消炎心道有戏 然后赶忙点了点头 道 只要你将这冰火龙蓄果还给我 我就帮你把你要吃的药材 炼制得好吃一些 怎么样 炼制单药是极其繁琐的工作 但若是仅仅将一种药材 炼制成药丸模样 并且在其中稍稍加一点 令它变得好吃的料 这倒是费不了多大的功夫 但是这种仅仅用一种药材炼制的药丸 并未脱离其药力狂野的本性 而且这种单独药力并没有太大的用处 因此 倒是很少有人会浪费药材来 将之炼制成连丹药都算不上的药丸 闻言 小女孩略微迟疑了一下 望着手中那没看似很美味的冰火龙虚果 愁出了两酒后 方才有些舍不得地点了点头 将之递向消炎 呲牙咧嘴地道 不过 你若是炼制出来的丹药不好吃 我不仅要将这抢回来 而且还要一口吃了你 吃了我 就你这小嘴吗 心中黑黑笑了笑 消炎快速地接过冰火龙虚果 然后赶紧塞进那截之中 生怕这来历不明的小女孩 又是反悔 东西你拿走了 赶紧给我练 将手中那咬了两口的金刚蒲 递向消炎 小女孩脆生生地道 嘿嘿 不急 我们先出去 我拿了冰火龙虚果 还要和好长老交代一下 消炎笑眯眯地道 然后便是 率先对着药库之外走去 她可是要将这诡异小女孩 带到好长老面前说明情况 不然的话 若是那老家伙 也将这被吃了的金刚蒲 算在自己头上 那她可是要亏死 和那老头有什么好交代的 嘟闹了一声 小女孩倒是为有半点胆怯 抓着金刚蒲 跟上了消炎 听得身后的脚步声 消炎这才在心中松了一口气 快步走出药库 将白玉牌贴于墙壁上 瞧得那再度涌现的能量罩 脸庞上顿时有着如释重负的笑容 这破防御罩 又没半点用 开启了也是摆设 一旁 小女孩撇了撇嘴 白嫩的近乎透明般的小手 直接抓进能量罩中 几个穿梭 竟然是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微张着嘴巴 望着小女孩的这般举动 消炎眼中一片茫然 这能量罩 难道真的只是摆设 心中这般想着 她也是伸出手来 对着能量罩戳了过去 然而手指刚刚接触那圈光罩 便是犹如触摸到钢铁一般 用力一戳 指尖隐隐有着疼痛 可却未曾进去半点 显然 这个能量罩 防御力极为的惊人 但是 这个小女孩 为什么能够视之如无物 哥哥 笨蛋 身旁 小女孩望着消炎这般举动 顿时大笑了起来 清脆的稚嫩笑声 在走廊之上徘徊不散 尴尬地收回手指 消炎刚想说点什么 白衣小女孩却是哼了一声 潇洒地一转身 大步地对着走廊外行去 留给消炎一个后脑勺 这小女孩 究竟是什么怪物 无语地望着小女孩的背影 消炎忍不住地 在心中无力叹息道 安静的房间之中 郝长老依然埋头于书桌前 查看着文件 待得听见开门声后 方才头也不抬地笑道 怎么 消炎 找到需要的药材了 话落之后 却是觉得气氛不对 当下抬起头来 便是见到了消炎那张 不满无奈之色的脸庞 目光再度下移 最后一个有着一头 担子长发的白衣小女孩 出现在了其目光之中 眨巴着老眼睛 望着白衣小女孩 片刻后 回过神来的好长老 顿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怒声道 你怎么又来了 特别是当他的目光 见到小女孩手中 那被咬了两口的金刚蒲后 更是怒目大睁 你把我这里当饭店了 隔三差五 便是过来打牙计 你想要要财 自己不会去深山找啊 自己找那么麻烦 这里有县城 我为什么不吃 你这老头废话真多 再嘟囔 小心我打你了 邪了好长老一眼 小女孩似是示威一般 还长大嘴巴 大大的咬了一口金刚蒲 被小女孩这嚣张模样 气得猛翻白眼 可这位在内院 被学员们敬畏有加的长老 却是指得恨得牙痒痒 看他那副模样 似乎颇为忌惮 面前这小女孩一般 你快点 还要给我练东西呢 再拖延的话 我一口吃了你 目光转向萧炎 小女孩声音稚嫩地催促道 瞧得两人这番对话 萧炎心中 对小女孩的身份 更是感到茫然了起来 苦笑了一声 上前一步道 好长老 东西我已经拿到 你可以清查一下 现在就请你 给我两份龙力丹的药材吧 我帮你练制 听到萧炎的话 好长老脸色 这才稍稍好看了一些 从那戒中 取出大堆药材放于桌上 低声道 你怎么和他撞在一起了 你没什么事吧 听他口气的意思 似乎和这个小女孩 和吃人的恶魔一般 虽然后者的确经常 也一口吃了你来威胁人 我也不知道 萧炎苦笑着摇了摇头 将桌上的药材收好 简要地将先前的事情 说了一遍 嗯 你还真是挺倒霉的 哎 好好伺候这姑奶奶吧 别让她发飙了 不然很可怕的 有些同情地 拍了拍萧炎的肩膀 好长老道 被好长老这副模样 搞得有些浑身不自在 萧炎忍不住地道 他究竟是什么人 人 谁说他是人了 翻了翻白眼 好长老扯着嘴道 他 他不是人 微微一震 萧炎额头之上 冷汗痴的一声 便是冒了出来 第532章 不是人 近视之中 萧炎目光眨也不眨地望着 盘腿坐在对面的白衣小女孩 他实在是想不到 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 本体竟然会是一头魔兽所化 从出生到现在 萧炎这还是第一次见到 化作人形的魔兽 因此心中很是觉得惊异与恍然 难怪他敢就这样生吃药材 原来本体竟是魔兽 以魔兽那种强悍体格 这些药力虽然狂野 可也是在能够忍受的范围内 你看够了没啊 赶紧给我练啊 被萧炎的目光 看得微微有些冒火 小女孩顿时将手中的金刚蒲 狠狠地丢了过去 怒声道 先前好长老对萧炎所说 虽然低声 但还是被他听了清楚 结果金刚蒲 萧炎笑着点了点头 挥手将药顶召唤出来 上一次的药顶 因为在鄙视时 就已经炸裂 所以 这一次萧炎所使用的药顶 是事后去交易区逃回来的 品质也并不算很高 与先前所使用的那药顶箱差不多 但也能勉强凑合着用了 手掌挥动 一缕青色火焰在指尖成形 萧炎刚欲将之投进药顶 却是愕然地发现 一旁的小女孩 正有些慌乱地 向一旁挪动着 看清那盈盈有些紧张的眸子 萧炎一正 旋即恍然 想必是后者感应出了 这青年地心火的不一般吧 一般说来 对于火种这东西 只要不是属于火属性的其他魔兽 都是会盈盈有些排斥 呵呵 没事 笑着安慰了一句 萧炎便是将这旅火焰 丢进了药顶之中 而乔的火焰进入药顶 小女孩紧动的身体 方才逐渐缓解下来 带着火焰将药顶熏烤了一会后 萧炎便是随意地将金刚蒲丢了进去 手掌一挥 顿时熊熊火焰在药顶之内 剧烈地翻腾了起来 这种炼制算不得多困难 只要火候足够炽热变形 因此倒不用消耗萧炎多大的精力 在炼制之余 分神的萧炎 将目光转向了一旁的白衣小女孩 自从知道她的身份后 她心中对其的兴趣倒是大了很多 此时的小女孩 乌黑大眼睛眨也不眨地 盯着药顶之内 小妹妹 可 我想问的问题 你能否回答我 萧炎咳了一声 笑眯眯地道 什么 目光没有丝毫地转移 小女孩只是随意地张了张嘴 我记得 魔兽如果要幻化成人类 至少也是需要达到斗皇阶别吧 你难道 萧炎黑黑笑道 她实在有些难以相信 面前的这个小女孩 具备了斗皇实力 虽然其力量极其恐怖 但是萧炎暗中掂量了一下 这应该也是在斗王阶别左右吧 我没那么强 只是不小心吃了一株 极为罕见的化形草 然后就是变成了这个模样 再也变不回去了 我吃这些药材 就是想快快长大 然后我就能随意地 在受体与人身之间变化 小女孩皱着眉头 提起这个 她性质似乎不是很高 因此 连说话都是带着嗡嗡的声调 化形草 难怪 文言 萧炎略感恍然 化形草是炼制化形丹的 最主要的材料 因此 也是有着化形丹的一些效果 若是实力达到 斗皇阶别的魔兽吃了它 便是能够随意地变化成人体 但若是实力味道 便是将之吃下 则会一直停留在 变化后的人形之上 直到其实力突破到 斗皇阶别为止 你父母呢 萧炎瞥了一眼药顶内 那在轻火之烤中 逐渐融化的金刚蒲 随意地问道 没有 小女孩低垂着脑袋 曲卷着双腿 双手环抱膝盖 雪白整齐的牙齿 紧紧地咬着嘴唇 乌黑大眼睛中 略有些水气 从友谊事开始 我就独自生活在深山中 小时候被别的家伙欺负了 也只能自己灰溜溜地逃跑 直到后来吃了化形草后 就遇见了内院的大长老 他带我来到内院 就在这里待了下来 微微一正 望着小女孩那 紧咬着嘴唇的倔强模样 就是连消炎 都是略有些感到心酸 轻轻叹息了一声 尽量放柔了声音的道 至少你在这里 不会再受到欺负 那些家伙都怕我怕得要死 哪还敢欺负我 像你这种 我一口就能把你给吃了 小女孩脸颊上 又是扬起一抹得意 道 以后看见人别再说一口 把人给吃了 你现在可是人类身呢 消炎无语地摇了摇头 他也不看看 用这副小身板 说出这话 有多么地令人捧腹 哼 本来就是 虽然我还从未吃过人 小女孩哼哼道 与消炎交谈了这么一会 对她的态度 倒是好了许多 那最好还是不要吃 消炎嘀咕了一声 手掌一挥 顿时一盆粉末 落进药顶之中 旋即与其中那些 金黄色的粘稠液体 融合在一起 食指猛地在面前急速舞动 而随着其指尖舞动 药顶之内的金黄色液体 也是急速分离 最后化为几十个细小的液体团 凝 一声轻喝 液体急速凝固 眨眼时间 便是化为几十粒金灿灿的丹丸 在轻火之上 滴溜溜地旋转着 这种炼制可真是简单 若是炼制丹药能 这般轻松多好啊 望着那些散发着 金色光芒的丹丸 消炎苦笑了一声 手一挥 其中几十粒金色丹丸 便是带起金芒 从药顶之内标射而出 最后落进消炎手中的玉瓶内 诺 试试吧 味道应该会比你生吃药材 好许多 将手中玉瓶递给一旁 眼巴巴望着自己的小女孩 消炎笑着道 嗯嗯 连连点着头 小女孩迅速地倒出一粒金色丹丸 也不顾其上残留的温度 直接一口丢进嘴中 使劲地嚼动了起来 好吃 三下两口便是将丹丸嚼碎 并且咽进肚内 小女孩舔了舔嘴 有些雨油未尽地望着手中玉瓶 笑了笑 消炎又是挥手从那戒中 取出炼制龙利丹的药材 便整理便道 这些丹丸你自己吃就好 可别拿给其他人吃 不然你会把人折腾死的 这种丹丸 连丹药都称不上 也就是他这种魔兽般强悍的体格 能够承受那种狂野的药力 若是换个人类来吃的话 恐怕不死 也要脱层皮 我自己还嫌不够呢 嘟闹了一声 小女孩站起身来 故作老成地拍了拍消炎的肩膀 干得不错 以后有人欺负你 就来找我 我帮你出头 这内院 还没我不敢惹的人 消炎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 使劲地揉了揉着 可爱的紧的小女孩的脑袋 笑着道 好 一定找你 那我以后吃完了这些 你还可不可以帮我练着啊 就当是我保护你的回报啊 闻言 小女孩顿时一喜 跪坐在消炎面前 乌黑大眼睛之中 净是期盼 消炎翻了翻白眼 原来这小丫头 竟然是打的这种主意 她差点还真以为 她有这般好心呢 好好 吃完了再来找我 记住我的名字 以及居住地点 消炎挥了挥手 有气无力地道 我知道 消炎吗 刚才那老头说过 居住地点我也会知道的 小女孩嘻嘻笑着 以后不用再吃那种难吃的药材 这领得她极为的雀跃 在其心中 消炎已经被打上了一个 大大的好人的称号 那你继续炼制吧 这炼蛋也太枯燥了 还好我没学 不然得烦死 达到了目的 小女孩终于是满足地站起身来 冲着消炎吐了吐舌头 黑黑笑道 再度无语摇头 消炎瞧着要出门的小女孩 忽然喊道 对了 小妹妹 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我叫紫妍 大长老给起的名字 不过内院的那些家伙 却是对我害怕得很 私底下叫我蛮立王 哼 都以为我不知道 小女孩皱了皱翘鼻 小拳头在面前狠狠地舞了舞 顿时间 尖锐声音陡然响起 几道无形的拳影进风暴射而出 最后贴着消炎脑袋斜飞而出 重重地砸在那宛如钢铁般坚硬的 特置墙壁上 顿时 几个漆黑的深洞 便是带着裂缝 从墙壁上浮现了出来 额头之上 冷汗低落而下 消炎愣愣地摸了一把额头 半晌后 顿时怒愣瞪向紫妍 小鬼 你想杀了我呀 小手捂着嘴 紫妍偷偷吐了吐舌头 对着消炎赶忙一阵弯腰鞠躬 现在的消炎 可是她的衣食父母 千万得罪不得 小哥哥 你练吧 练吧 我先出去了 以后吃完了再找你 嘴中这样说着 紫妍赶忙对着门外溜去 瞧得逃走的紫妍 消炎苦笑了一声 这个小丫头 可爱是可爱 就是太过暴力了一点 叹息了一声 手一晃 一缕青色火焰 便是再度在指尖成形 对了 小哥哥 我在那院还有着排名呢 就是那个什么墙榜 我可是第一名哦 以后有人欺负你 就报我的名字 门口处 一个小脑袋忽然叹静 冲着消炎黑黑一笑 然后便是赶忙溜了开去 噗 鸟鸟生腾的青色火焰 骤然间烟消云散 消炎嘴巴缓缓张大 目光呆滞般地望着门口处 许久之后 方才浑身抽搐地喃喃道 她就是那个 让得林燕未知如虎的 墙榜第一名 这一刻 消炎只觉得 这世界真是充满戏剧性 第533章 最后一种材料 安静的密室之中 许久之后 消炎终于是从紫妍嘴中 吐出的震撼消息下回过神来 使劲地揉了揉脸庞 苦笑了一声 没想到那被林燕说得 神乎其神的墙榜第一 竟然是这么一个小女孩 不 应该说是一个 有着人类外貌的强悍魔兽 这小女孩也是挺可爱的 不知道为什么林燕这么惧怕她 不过以她的实力 倒还真是能够坐上那第一的位置 从她那恐怖的力量来看 就算是普通斗王强者 恐怕都不敢与之硬拼吧 消炎低声难难道 这小女孩 的确力量恐怖的有些过分 从其先前出手来看 完全是凭借的肉体力量 并未施加半分能量 耀老的声音 忽然缓缓地在心中响起 老师能否看出 紫妍究竟是何种魔兽 消炎询问道 看不出来 她吃了化形草 若她不自己献出本体 常人很难辨别出 她是何种魔兽 耀老沉吟了一下 接着道 不过从她这般灵智 以及所展示出来的恐怖力量来看 想来其本体 应该也是一种极为罕见的上古异兽 毕竟寻常魔兽的 想要修炼到窦王阶别 若非没有机缘的话 没有个将百多年时间是绝对不可能的 而观着小女孩的气息 倒是不像修炼了百年的魔兽 所以 其本体应该来历不凡 哦 微微点了点头 虽说紫妍实力强横 但是似乎心智 也就犹如十二三岁的人类小女孩一般 当然 这是排除掉 偶尔间她所展露出来的那抹淡默气息 将心中对紫妍的好奇收敛 消炎将注意力放回到面前的摆满的药材之上 炼制着龙力丹 连她都不敢说自己能够一次性成功 所以开口便是索取了两份材料 哎 这东西的炼制 可是有些费神啊 但为了那龙须冰火果 也只能拼了啊 苦笑了一声 消炎再度召唤出一缕青色火焰 丢进药顶之中 片刻后 心神逐渐凝聚 全神贯注地开始了再次炼制 龙力丹的炼制 繁琐程度 比先前替紫妍炼金刚蒲 复杂了将近百倍 不过好在如今消炎实力 已经进入斗灵阶别 无论是在斗气雄魂程度上 还是火候控制程度上 都是有着极为明显的进步 所以 这一次的炼制 倒是比与寒险比试时 要显得轻松许多 但是 这也仅仅是相对而言 从消炎额头之上 不断渗透 而出的密集汗水看来 炼制这龙力丹 还是需要它清尽全力方才可行 安静的近视之中 青色火焰透过药顶 映射在墙壁之上 张牙舞爪的升腾舞动 犹如一头恶兽一般 火焰升腾间 那摆放在消炎面前的药材 正在急速地缩减着 时间在炼制之中迅速度过 在花费了将近八个小时的时间之后 那繁琐的炼制 终于是落入了尾声 宁 低赫声在近视之中响起 顿时 一道暗红光芒 从药顶之内飙射而出 最后被消炎牢牢抓在手心中 上下打量了一下 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将之放进玉瓶 收入那界中 这次的炼制 虽然成功炼出了一枚龙力丹 但也是损毁了一份药材 对此消炎道 并未有什么心疼 他清楚 能够有这50%的成功率 已经能够算是极为不错的成绩了 做完这一切 消炎顿时虚拖般地萎靡了下来 从那界中取出一枚回气丹 塞进嘴中 顾不得浑身散发的疲惫 赶忙盘腿进入修炼状态 在这种体内斗气 尽数枯竭之时修炼 将会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 修炼之事 滴水成河 可不能有着半丝的松懈 感受着流淌在经脉之中的雄浑斗气 他略微感应 却是微喜地发现 斗气精进了少许 看来这次虽然炼丹累得半死 可也并非是完全没有收获 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消炎伸了个懒腰 听得骨头间的碰撞声响 一股疲累之急后而生的畅快淋漓感觉 从心底深处蔓延开来 令得他嘴角挂上了一抹笑容 如今龙须冰火国已经到手 那地灵丹的炼制 便只差最后一种六阶的水系磨合了 消炎手指轻轻抚摸着那截 顿时那冰火铜体的诱人果实 便是出现在了他手中 六阶 那可是相当于 窦皇阶别强者的魔兽呢 去哪弄啊 苦恼地揉了揉脑袋 消炎低声道 想想办法吧 我隐隐有些感应 那天坟练气塔中的陨落星炎 最近的波动似乎越来越强 恐怕我所说的暴动 不远了 要老缓缓地到 陨落星炎暴动时 将会是我们夺取的最好机会 可万万不能错过了 否则的话 日后想要再抢夺 恐怕将会麻烦上十倍不止 所以 地灵丹的炼制 必须尽早提前了 苦笑着点了点头 消炎叹息道 我尽量吧 放心吧 若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大不了进入深山 寻找六阶魔兽而已 这么大的山脉 不可能会没有六阶魔兽 潜藏其中 要老笑着安慰道 听得要老安慰 消炎笑了笑 但依然是没有彻底放心 或许这山脉之中 的确隐藏有六阶魔兽 但是这种阶别的魔兽 想要击杀 谈何容易 并且 就算能将之击杀 那也是绝对会爆发 惊天动地的大战 到时候 若是惊动了内院的长老 恐怕连老师都是会被暴露出来 那可是有些麻烦 再度叹息一声 消炎只能先将这丹心收脸下 把要顶收入那戒 拍了拍身子 站起身来 对着近视之外 缓步兴趣 房间之中 好长老瞧得消炎出来 连忙站起身来 有些忐忑地问道 炼制得怎么样 有没成功 他对于炼丹也是知道一些 因此也是明白 炼制无品丹药 将会有着何等高的失败率 哼哼 失败了一次 不过还好 没辜负长老的期望 消炎笑着点了点头 走上前来 从那戒中取出那装成着 龙力丹的玉瓶 轻轻地放在桌面上 望着桌面上的玉瓶 好长老赶忙一把抓起 小心翼翼地 从中倒出一粒暗红色的圆润丹药 深锈了一口 大喜道 果然成功了 你这小家伙 还真有几分本事 难怪连一伙都是能够收服 闻言 消炎笑着谦虚了几句 既然你炼制出了一枚龙力丹 那龙须冰火果 就是你的了 你眼光倒是毒辣 这东西 就算是在整个药库之中 珍惜程度 也是能够排进前十呢 将龙力丹收好 好长老大方地挥了挥手 大喜道 以后若是还需要什么药材 尽管来找我便是 但是记得我们间的交易哦 还来 炼制一枚龙力丹 就差点让我虚脱了 面上笑着泄了一声 消炎心中却是嘀咕道 拱了拱手 刚欲告辞离去 心头却是微微一动 试探性地问道 好长老 我此时还真是急需一种东西 不知道长老能否替我弄来 若是能的话 只要长老开口说 要什么丹药 消炎都会尽力去办 哦 什么东西 闻言 好长老眼睛一亮 饶有兴趣地问道 六阶的水系磨合 消炎紧紧地盯着好长老面旁 在他话出口之后 明显感觉到对方脸皮抽搐了一下 六阶 你要这么高阶的磨合干吗 六阶磨兽 可是相当于斗皇强者呢 以我现在的实力 可没胆子去找他们索要磨合 看来这交易 我是没指望了 苦笑着摇了摇头 好长老背心都是在冒冷汗 这个家伙 胃口也太大了点吧 竟然一开口就是六阶磨合 真当这是路边随便捡的石子啊 听到好长老此话 消炎也指得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苦笑道 既然长老没有的话 那便算了吧 说完 他便是欲转身离开 不过好长老在抚须沉思了一会后 却是忽然开口道 六阶水系磨合 我倒的确是没有 但是我 或许能帮你 引荐一位长老 他手中 正好有着一枚 当年好运得来的六阶水系磨合 闻言 消炎先是一正 旋即脸庞 瞬间涌现狂喜 真的 若是好长老能够引荐 只要消炎能得到那六阶磨合 定然忘不了好长老的好处 你也先别高兴得太早 那家伙也是个吝啬性子 当年拼了一条 命方才凭着几分运气的 击杀了一头本就重伤的六阶魔兽 所以一直把那枚六阶磨合 当作宝贝一般的收藏 还时不时地在我们面前炫耀 你若是想从他手中 换取到这六阶磨合 除非拿出他重力的东西 不然的话 就准备大出血吧 跟我来吧 好长老摆了摆手 旋即率先对着门外行去 消炎连忙点着头 快步跟上 在这种时间紧迫关头 得到六阶磨合的消息 对他来说 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 不管付出何种代价 都一定要将那枚六阶磨合弄到手 第534章 交换 一路跟随着好长老行出药材管理库 顺着大道缓步前行 沿途之中 偶尔一些来往的学员 瞧得并步 而走的两人 脸旁都是闪过一抹惊讶 好长老在内院 一般都是以冷面世人 故而外人 都是对其颇感敬畏 因此 如今见到消炎 竟然能够与之如此笑谈 皆是感到极为惊议 然而在惊议之余 也是不免对消炎更加看重了一些 谁都清楚 内院之中这些长老的权利 若是日后不开眼地得罪了人 说不得会被穿小鞋 假公祭司这种事 就算是这内院之中 也是免不了俗的暗中存在着 对于沿途的那些目光 消炎倒是并未如此在意 而因为好长老在身侧的缘故 就算一些认出了他的身份 想要前来挑战的学员 也是掂量着缩了回去 因此 这却是令得消炎省了不少心 那位长老名叫刘颖 是天坟炼气塔第五层的手塔长老 今天刚好轮到他休息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去他居住的地方 路途上 郝长老对消炎说了一些 与那位长老有关的事情 文言 消炎微微点头 看见那家伙 直接说明来意就行 他虽然脾气有些冲 可你也不用怕他 他不会拿你怎样 消炎笑了笑 沉吟了一会 问道 这位刘长老可是有着什么特别喜欢的东西 想要从对方手中成功换取到六阶魔盒 消炎自然是需要投其所好 喜欢的东西吗 你也清楚 到了我们这种阶别 寻常财物自然是难以打动 反而一些能够助长修炼的东西 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那家伙虽然吝啬 可对修炼也很是痴迷 你若是能够拿出对其修炼有益的物品 我想 他应该会有所动心 郝长老思索道 对修炼有益的东西 滴滴呢喃了一声 消炎轻声道 不知这位长老修炼的功法 也正因为此脾气才有些冲 郝长老笑道 活属性 笑了笑 消炎缓缓点了点头 心头却是略微有了一些底 见到消炎这副模样 郝长老不由得有些愣然 难道这家伙 还真能拿出那老吝啬鬼心动的东西 是了 他是炼药师 一般来说 他应该也是有着一些宝贝储物吧 在两人一路谈话间 已经是不知不觉地 接近了那院深处 这里是那院长老 以及导师们的居住地点 环境颇为幽静 比起外面的学员宿舍 不知道要好上多少 不过这也无怪 以这些长老们那强横的实力 所受的待遇 自然不可能是他们这些学员能够相比的 穿梭在绿营小道之中 半晌后 郝长老脚步终于是逐渐放缓 最后停在了一间 通体完全由清脆绿竹所搭建而成的房间之外 这留长老倒也挺会享受的 瞧得这竹房 消炎不由的心中略感诧异 身前 郝长老正举起手来 刚欲拍门 门内却是传来一道雄昏不耐的声音 要进就进吧 敲什么门啊 你就喜欢搞这迂腐的一套 直接点不行啊 听得里面传来的话 消炎苦笑了一声 这才明白 为什么郝长老会说 看见他就直接说明来意 显然这人是个急性子 看不得最后余人绕弯子 对此 郝长老倒是没什么感觉 犹如习惯了一般的推开房门 信不走近 嘴中黑黑笑道 刘老头 给你带了个人来 恐怕你得见见 谁啊 消炎也是跟着走进房间之中 却是刚好瞧的一位身着红袍的老者 从内屋行出 此时老者正有些睡眼惺忪 貌似才从睡眠之中脱离出来 他边走边到 到的前方时 方才抬起头 当他目光瞟到门口 那因为背光而看不清容貌的年轻人时 眉头不由地皱了起来 道 哪里来的小崽子 难道被哪位长老 撵出天坟炼气塔 想找我去求情不成 学生消炎 见过刘长老 消炎微微一笑 上前一步 拱手拱声道 嗯 咦 消炎 那个能炼制无品丹药的消炎 刘长老刚开始 仅仅是不嫌不淡地应了一声 毕竟这些前来求情的学员 他见得太多 已经懒得再应付 不过当听的那略微有些耳熟的名字后 先是一阵 目光连忙转移到消炎脸旁 开口惊讶地道 消炎笑着点了点头 没想到这连药师的身份这般好用 连这些长老听见之后 都是连忙改换脸色 哼 这名字可是如雷贯耳 坐吧 找我有什么事 笑着对着 消炎挥了挥手 刘长老坐在椅上 又是回复了火急火燎的本性 催促着问道 闻言 消炎微微偏过头 目光与好长老对视了一眼 后者对着他摊了摊手 事宜后面的事情 他自己去搞定 当下无奈地点了点头 略微沉吟了一下 斟酌了一下言辞 方才微笑道 这一次前来找刘长老 主要是因为 小子现在正急缺一种东西 而这东西 正好刘长老手中也有 若是长老肯答应 将这东西交换给小子 消炎定然会后报 缺一样东西 略微震了一下 刘长老不动声色地放下手中茶杯 道 是什么 说出来听听 只要不是极其贵重之物 我应当不会拒绝 一枚六阶的水系磨合 消炎轻描淡写地道 咔嚓 消炎的声音刚刚落下 面前刘长老手中的茶杯 便是忍不住骤然加大的力量 在一道清脆声响中化为了一堆碎片 哼 一旁 好长老轻轻咳嗽了一声 这老家伙 果然还是把那东西视为性命 看来这次消炎 想要将之弄到手 颇为困难 哼 是这老头乱嚼舌头 告诉你 我有六阶磨合的吧 刘长老查去手掌上的水迹 横了好长老一眼 虽然大长老暗中 交代说给消炎一些照顾 但也不是这个照顾法吧 六阶磨合 这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罕见的东西 况且 这东西 还是当年他拼了性命的来的呢 哪可能会轻易交于他人 我跟你明说了吧 这六阶磨合我可不会给予任何人 你也不要白费心机了 四世 为了断绝消炎的念头 因此 刘长老第一句便是将话说死了去 好长老无奈地摇了摇头 今天这事 看来多半没戏 哼 刘长老 六阶磨合虽然珍贵 可却并非是真正的无价 你修习的是火属性功法 这种水系磨合 对你没有半点用处 你之所以想也不想地拒绝 想必应该是担心 消炎拿不出真正让长老心动的东西吧 消炎却是并未因为刘长老的决绝 而有半分丧气 微微一笑 缓缓道 刘长老翻了翻白眼 却是不答话 六阶磨兽 连他现在都打不过 他虽然将这枚六阶磨合视为宝贝 可却也并非那种 抱着他熟老的傻瓜 磨合虽然拥有极为强横的能量 但是那种未加提炼的狂暴能量 人体根本不敢轻易吸收 所以 若是有人能够拿出真正让他心动的东西来交换 他自然不会拒绝 但面前的消炎 以他这般年龄 刘长老实在很难相信 他能拿出如何珍贵的东西 刘长老也知道 这枚六阶水系磨合 在你手中并不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因此 将它交换出去 倒是最好的选择 长老也不用顾着 您便先开口说说 您需要什么 若是消炎有的话 自然会拿出来 消炎轻声道 哎 我说 你就别再迂腐了 消炎虽然年纪小 但是身上宝贝 恐怕比你这吝啬鬼还多 错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了 一旁 好长老煽风点火地道 脸庞一阵清一阵白 半晌后 刘长老紧绷的脸庞终于松懈了许多 摸着鼻子道 如果你想要从我手中换取这六阶磨合 也行 只要给我一粒斗灵丹 斗灵丹 你这老不死的 也太狮子大张口了吧 刘长老的声音刚落 一旁的好长老就跳了起来 瞪大着眼睛骂道 那可是六品的丹药 以消炎如今实力怎可能练出 你岂不是诚心为难人 撇了撇嘴 刘长老却是不理会他 只是拿目光看着消炎 微皱着眉头 消炎手指轻轻地弹着桌面 扮上后 微微摇了摇头 道 这斗灵丹 我的确是拿不出来 闻言 刘长老顿时失望了下来 微米地挥了挥手 道 没有的话 就请回吧 不过 消炎笑了笑 手指轻弹那剑 顿时 一缕拇指大小的青色莲子 出现在了起手心中 青色莲子刚刚出现 顿时一股雄魂的火热能量 便是荡漾在了房间之中 望着煞时间眼睛笔直的刘长老 消炎含笑道 我想 或许刘长老会对这东西感兴趣 第535章 道手 青色的莲子 安静地 躺在消炎手中 微微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其体积虽然颇小 但是其中所蕴含的雄魂炽热能量 即使是刘长老与豪长老两人 脸庞之上 都是布满着精益 这枚青色莲子 正是当年消炎在塔戈尔大哥壁 搜寻青莲的新火时 所得到的附加品 地火莲子 这种火莲子 是经过长久岁月的 火属性能量凝聚而成 因此 对于火属性的人修炼大有益处 当初这地火莲子消炎 总共都只得到11枚 曾经自己服下过一枚 因此 如今也只是上 还剩于10枚而已 耀老当初在消炎初 得到地火莲子时便说过 尽量少在外人显露 不然惹得人起贪婪心的话 定会凭空生出许多麻烦 但今时不同往日 如今的消炎 已经再非当年的小小豆湿 如今身上诸多底牌 即使是面对斗王强者 也是能够全身而退 再者 身处这内院之中 倒也不必担心 这些长老会因为垂涎他的东西 而暗中下手 房间之中 气氛颇为安静 炽热的能量微微波动 犹如在房内 刮起淡淡的热风一般 刘长老眼睛直直地盯着地火莲子 眼中的光芒越来越盛 如此雄浑的能量 他若是能够尽数炼化的话 恐怕那迟迟未见动静的实力 将会再次取得精进 心中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没想到消炎竟然能够 拿出这等起宝 虽说这地火莲子 比不上斗灵丹对斗王强者的诱惑力大 但是刘长老也清楚 若是想以这枚六阶水系魔 合幻取斗灵丹的话 除非真正地遇见一些冤大头 不然的话 想要从别的炼药师手中 换取到斗灵丹 那应该颇为困难 先前说出这等交换条件 倒也真如好长老所说 有着一点狮子张口的意思 咳 忽然响起的轻轻咳嗽声 将陷入沉默的两位 长老惊回了神来 互相对视了一眼 皆是善善一笑 刘长老干咳了一声 目光若有若无地 在消炎手中扫过 原本略沉的脸庞 此刻也是多出了几分笑意 不知道你这东西 究竟是何物 地火所凝聚而成的脸子 这是小子侥幸所得 据说这种脸子 想要凝聚成形的话 怕至少也是需要百年的岁月 小炎笑了笑 反正无人认识他 就算他说是千年 怕对方也只能恶然相对吧 哦 微微点了点头 刘长老面皮抖动了几下 也不知道究竟是否相信了没 刘长老 怎样 这枚地火脸子 虽然比不上斗灵丹 但也是极为稀罕之物 特别它还拥有着 如此精纯的火属性能量 这对你的好处 恐怕远非那枚六阶水系魔盒 可以相比 小炎微笑道 刘长老舔了舔嘴 神情很是犹豫不决 虽然这的火脸子珍惜 但是就这样 便将手中最珍贵的 六阶魔盒交换出去 短时间内 这实在是有些令他难以接受 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桌面 脸庞上的神情变换不定 许久后 缓缓开口道 这一枚地火脸子 便要换六阶魔盒 我可是很有些吃亏啊 话到最后 他却是猛地一拍桌子 道 你若是再拿出一枚地火脸子 我也忍了心痛 将这六阶魔盒给你了 一旁 听得他这话 豪长老脸皮抖了一抖 却是并未开口插嘴 只是拿着目光 斜瞟了萧炎一眼 似是在看他的决定 萧炎微微皱了皱眉 这地火脸子极为珍惜 他一直以来不到关键时刻 都是舍不得服用 因为谁也不清楚 日后是否炼制一些 更高品质的丹药士 会需要到他们 这东西仅仅与青帘地心火 可青帘地心火这等一火 天下间能够寻到几处 所以 这些地火脸子 几乎是用一枚就少一枚 如今拿出一枚 来与刘长老交换六阶魔盒 便已经是极限 若再添加的话 则该轮到萧炎肉痛了 唉 这地火脸子 我也只是侥幸得到一枚 刘长老要我再添一枚 却是真的让我为难了 叹息了一声 萧炎摇了摇头 缓缓收拢掌心 将地火脸子缓缓收回 看样子 竟然是有种放弃交换的打算 而瞧得萧炎这般举动 刘长老眼中顿时闪过一抹焦虑 强行压住心中的冲动 冲着萧炎强笑道 小家伙 这地火脸子虽然珍惜 可你也应该清楚 六阶魔盒的价值 足以匹敌斗黄强者的魔兽 有多少人敢打他们的注意 这内院中的诸多长老 除了大长老之外 或许我手中 这枚六阶魔盒 是唯一的一颗 说这话的意思 无疑是暗中提醒萧炎 这内院中 就他一人手中有一枚六阶魔盒 若是不与他交换的话 恐怕就只能 落个两手空空的结果了 我倒是想 但可惜 拿不出长老所需要的架码 刘长老虽然将眼中的焦虑收敛得颇好 但是其本性 便不适合干这种隐匿心性之事 因此 坐于其对面的萧炎 倒是清楚地抓住了那一缕情绪 当下心中怯笑了一声 面上却是叹息着摇了摇头 竟然是缓缓站起身来 并且还将地火帘子 收尽那戒之中 冲着刘长老拱了拱手 然后对着身旁的 郝长老苦笑道 走吧 郝长老 哎 算了 换不到也没关系 到时候 我帮你去向大长老询问一下 郝长老无奈地点了点头 站起身来 对萧炎说道 坐于桌旁的刘长老 听得郝长老此言 眼皮顿时一跳 心中有些恼怒地暗骂了一声 见到萧炎转身要走 终于是忍不住地连忙站起身来 道 萧炎小友 先别急着走啊 我们可以再谈谈的 脚步顿下 听得刘长老开口 萧炎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微微偏头 却是加到郝长老脸庞上的一抹笑容 当下一震 原来他也是明白 刘长老定然按耐不住性子 因此 方才才会加了一把火 感激地冲着 郝长老头去一个感谢目光 萧炎这才转过身来 面带无奈地道 刘长老 并非是我不愿意交换 可我实在是拿不出第二粒的火帘子 刘长老面旁略有些泛红 他想要得到地火帘子 可又心疼六阶磨合的价值 当下竟然是有些哑口 如此挣扎半赏后 终于是颓丧地叹了一口气 道 不再加一枚地火帘子也行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何事 萧炎谨慎地问道 帮我也炼制一枚龙力丹 刘长老叹息道 让他光拿一粒地火帘子 实在有些不甘 所以 无论如何 也是要弄点其他东西 心里方才会平衡 炼制龙力丹吗 闻言 萧炎心中有些窃喜 面上却是迟疑了一会 道 这行 但是按照规矩 炼制的药材 刘长老却是得自备 你 你这个吝啬的家伙 听得萧炎此话 刘长老顿时有些气得吹胡子 大骂了一声后 却是突然萎米了下来 挥着手道 好 药材自备 自备 你这小子 也实在是太抠了一些 年轻人就不能大方一点吗 这可不能大方一点 炼制龙力丹的药材 连我自己都凑不起 去哪给你炼制 萧炎心中嘀咕了一声 他给好长老炼制龙力丹 都是后者自己准备的药材 这些药材虽然比不上的火莲子这种 但也是颇难寻荐的 让他自己去寻找 恐怕又要浪费极大的时间 刘长老手指那界上的光芒微微闪烁 一枚足有一个拳头大小的蔚蓝色晶体 出现在了其手中 随着这蔚蓝色晶体的出现 原本干燥的房间之内 立马变得清爽与湿润了起来 极为不舍地抚摸着这枚形状 不太规则的蔚蓝色晶体 片刻后 刘长老一咬牙 将知青放在了桌上 道 哎 拿去拿去 萧炎眼睛紧紧地盯着桌上的蓝色晶体 那微微绽放的光芒 柔和而不刺眼 隐约间 甚至都是能够听见 晶体之内响起的一些浪潮之声 心头悄然泛起火热 萧炎面不改色地上前一步 在刘长老极为肉疼的目光中 将之握在了手中 感受着其中那犹如滔滔河流般雄浑的水系能量 这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这炼制的灵丹的最后一种东西 终于是彻底地到手了 哼哼 刘长老 地火帘子 您先收起来吧 至于龙力丹 等长老将药材送到盘门 我便帮你开始炼制 快速地将这枚六阶水属性磨合 收进那界 萧炎笑眯眯地 将手中的地火帘子 恭敬地递向刘长老 苦笑着摇了摇头 刘长老抓过这枚地火帘子 感受着其中庞大的火属性能量 脸色这才略微好看了一点 淡淡地嗡了一声 便是对着萧炎 两人挥了挥手 知道此时这位刘长老 心中定然有些不爽 萧炎也是不敢继续停留 心中偷笑了一声 然后便是与好长老交换了一个眼神 两人轻手轻脚地退出房间 留下一个捧着地火帘子 脸色忽喜忽疼的刘长老 独自在房间之内 品尝着那种复杂滋味 第536章 炼制地灵丹 从留长老房中出来 萧炎与好长老对视了一眼 结实不由地失笑出来 这次多谢好长老了 萧炎走近了一些 低声道 日后萧炎定然有所回报 小事而言 这下子 那家伙失去了在我们面前炫耀的东西 我们也能耳根清静一点了 好长老笑着挥了挥手 不过看其面旁表情 似乎萧炎后面那一句话 依然是令得他颇为高兴 毕竟见识过萧炎炼药术的他 早就有着结交的想法 能够让得一名无品炼药师 欠个不大不小的人情 这已经让得他很是满意了 两人笑谈着 走出这片幽静的长老居住地带 因为好长老需要回去守着药库 萧炎也是需要回盘门 所以 两人便是在一处岔口分别了开来 站在岔口出望着好长老消失的背影 萧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心中的心悦之情 忍不住地在脸庞之上浮现 如今东西已经完全齐备 便只待着炼制了 不过这地灵丹是六品丹药 以他如今的实力 仅仅只能炼制一些稍稍普通的五品丹药 六品丹药的话 则是想都别想了 因此 这炼制地灵丹的事 怕还是只能要老出手 如今时间紧迫 指不定什么时候那陨落心炎就会爆发 所以 这地灵丹的炼制 也是越早越好 在萧炎沉思间 要老的声音 也是悄悄地在心中响了起来 微微抬头 望着四面稀少的人际 萧炎不着痕迹地点了点头 脚步对着盘门所在的区域行去 心中轻声问道 那老师想要何时动手 最好是在这几天之内 要老陈音道 你先休息一两天 然后我们需要再进一次深山 炼制六品丹药 会出现一些天象异动 而且 这地灵丹 即使是在六品丹药中 也是能够名列前茅 因此 动静恐怕还会更大 所以 若是在内院炼制的话 肯定会暴露 点了点头 萧炎表示明白 心中在暗自思量了一会后 脚步也是逐渐加快 不久后 便是出现在了盘门之外 此时或许是因为时间 已到晚上的缘故 所以那些等着想挑战他的人 也是尽数消失了去 而这也让得萧炎省去了 再次偷偷飞进去的麻烦 整了整一袍 堂而皇之地 从大门之处走了进去 接下来的一两天时间 萧炎都是待在盘门之中 安静地修炼 甚至于连那天坟炼气塔 都是未曾进去 而这两日间 盘门倒是并未在出现什么事情 丹药的销售 如今 也是占据了内院的70%份额 慕名加入的老生 也是逐渐加多 并且原本仅仅只有三名的炼药组 在经过严厉选拨后 也是增添到了六名 因此 丹药的炼制速度 又是提升了不少 现在的盘门 在雄魂火能的支持下 实力已经足以能够 媲美内院的一些一流势力 并且在薛尔等人所设置的 那火能奖罚制度吸引下 甚至于最后还吸引来了 两名实力达到三星左右的 斗灵强者 这倒是令得萧炎始料未及的事 因此 算上那两名斗灵的话 如今的盘门 已经是拥有了三名斗灵强者 这般阵容 已经够资格 成为真正的一流势力 再加上雄厚的经济支持 能够成为盘门一员 已经足以成为 向旁人炫耀的资本 现在的盘门 与半年之前的那个 完全由新生所组成的盘门 几乎宛如云泥之别 而半年时间 便是将一个不入流的势力 变得如此强横 萧炎的名字 也是在内院之中 传得越加响亮 虽然在强榜 排名仅仅34 但是名望 却是足以能够赶上 前十的那些顶尖强者 在第三天时 萧炎终于是 停止了闭门修炼 这三日时间 她彻底地 将自己实力 稳固在了一星斗灵之上 并且由于几番炼制丹药的缘故 体内斗气 更是精进不少 按照这般速度 或许不久 便是能够进入 一星斗灵的巅峰 从房间之中出来 萧炎行下楼梯 却是瞧得大厅中虎家的身影 感受着她那强横了 许多的气息 萧炎明白 经过这一次的受伤 她竟然是因祸得福地 突破到了九星大斗师的地步 以她的修炼天赋 或许要不了多久 就是能够真正地突破至斗灵 到时候 盘门又将会添加一名斗灵 哦 不 应该是两名 可不能将五号 那个战斗疯子给排除了 以她那 每天奋战在竞技场的疯狂 萧炎猜测 恐怕她还会比虎家 更早进入斗灵 走进大厅 萧炎随意地吃了一点早餐 与萧儿简略地说了一下 自己需要再次进入深山 而后者 听得萧炎刚刚回来不到几天时间 又要去山里 也是感到有些错愕 不过瞧得萧炎那郑重脸色时 却也不好说阻拦的话 只是乖巧地点了点头 去吧 小心一点 盘门我会照看着 望着吃完饭 便是起身出门的萧炎 萧儿柔声笑道 嗯 辛苦你们了 这次几天时间就会回来 冲着两人笑着点了点头 萧炎拉开房门 刺眼的阳光令得其眼睛微眯了起来 旋即一笑 昂然走出 出了盘门 萧炎一路直接奔向内院之外 在出了内院后 方才寻了个偏僻之所 然后照出紫云翼 快速地升上天空 身形化为一道黑影 对着深山之中 急速略飞而去 震动着紫云翼 萧炎足足飞行了将近一个小时后 估摸着自己 已经进入了山脉中部位置后 方才逐渐减缓速度 花费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寻找了一处 仅仅只有几丈宽的陡峭山峰 缓缓落了下来 这处山峰几乎是笔直向上 若是不借助翅膀的话 想要攀盘上 若非是没有雄魂斗气之称 想必是不可能的事 并且这山峰四周 还有几座更高的山峰处理 刚好是将这小山峰 遮掩在聪裕的巨树之中 身形落在小山峰之上 要老的身形 顿时便是飘荡了出来 望了一下四周环境 略感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炼制地灵丹时 你不要远离 要将我的炼制手法细细观摩 虽说以你如今的炼药术 随便放任何地方 都是能够受到极大的追捧 但是与真正的炼药宗师 还是有着极大的差距 要老对着硝烟郑重地道 嗯 闻言 硝烟赶忙点头 能够观摩炼药宗师炼制丹药 这可是可遇不可求之事 对于他有着极大的好处 当然 如果丹城时 天陷异象 你就要躲开一点 不然被误伤可就麻烦了 要老盘腿坐在草地上 提醒道 硝烟再度点头 药材拿出来吧 深吐了一口气 要老脸色逐渐凝重 吩咐道 听得要老吩咐 硝烟迅速地从大戒中将 几种极为罕见的药材 整齐地摆放在了其面前 顿时间 浓郁的药香味 便是笼罩了这处小山峰 深吸一口气 令人感到心旷神疑 目光缓缓地从几种药材之上扫过 要老微微点头 对着硝烟一仰手 顿时后者手指上的那枚古朴漆黑戒指 便是自动脱落 最后悬浮在药脑面前 黑色戒指光芒闪烁 旋即 一尊半丈高大的漆黑色药顶 便是轰然落下 漆黑药顶 通体会满奇异火焰纹路 一眼看上去 那些火焰 犹如具有灵性一般 微微如动 宛如活物 这尊药顶一出现 消炎口水 便是有着往下流的趋势 当年他也曾经见过药老召唤 但是当时其根本就是一个菜鸟 哪里清楚这尊药顶在炼药界究竟是何等的珍贵 黑魔 嘖嘖 天顶榜上有名的药顶 啥时候我也能弄一个呀 消炎目光迷离地望着这尊气势不凡的漆黑药顶 语气中满是垂涎的道 他以前所使用的那些药顶和这黑魔比起来 简直就是一坨垃圾啊 瞧着消炎那幅双眼放光的模样 要老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 道 这种名列天顶榜的药顶都是有着灵性 并且这黑魔也被我施加了灵魂印记 你现在用也用不了 等我有了容纳灵魂的躯体之后 便能将灵魂印记抹除 到时候也能随意使用啊 消炎黑黑地憨笑了一声 好了 炼制要开始了 小家伙 可不要分神哦 笑了笑 要老脸庞逐渐凝重 能够让得他将黑魔召唤出来炼制丹药 足以看出他对此处炼制的重视 干枯如鹰爪般的虚幻手掌 微微叹起 顿时 一团森白色的火焰凭空出现 森白火焰一出现 周围温度便是降低了许多 然而温度虽然降低 可那火焰却是升腾的越加厉害 截然相反的感官 显得颇为奇异 手掌一挥 森白火焰瞬间涌进药顶之内 一时间 熊熊烈火 自顶中暴声而起 六品地灵丹的炼制 终于是在此刻 正式开始 第537章 动静 从玉山峰之上 森白色火焰在绿荫之中 若隐若现 恍若鬼火 药老脸色凝重地望着药顶中 极速升腾的森白火焰 由于黑魔 顶品质极为不凡 因此 最开始的温顶这一步的时间 却是要比寻常药顶多耗费一些时间 但以药老的炼药术 以及对古灵冷火的操控程度 自然是能够将这些时间给省去 因此 火焰在升腾了将近一分钟时间后 药老手掌对着面前地面上的 几株药材一挥 顿时 通体火红的地心火支 便是缓缓悬浮而起 最后静止投入药顶之内 地心火之一进入药顶之内 森白色的火焰 便是犹如恶狼扑石一般 将之吞噬而尽 转瞬间 前者便是急速枯萎 硝烟目光紧紧地 盯着药顶之内 虽然顶中火焰熊熊燃烧 但他却是能够感受到 火焰温度 早已经被药老压制在一个颇低的程度 因此 火焰看似凶猛 但是却并未将地心火之坟 烧成一片灰烬 反而是在逐渐地枯萎中 宛如血色一般的细腻水珠 从火之表面渗透而出 最后顺着表面滑落而下 悬浮在火焰上方 不断地滴溜溜翻滚着 随着火焰的不断制烤 以及血色水珠的渗透 地心火之表面的火红之色 也是急速消退 到的片刻时间后 火之彻底地化为了枯萎的灰色 此时的它 其内所蕴含的精纯药力 已经被火焰尽数地逼了出来 因此 其本体也是彻彻底底地 变成了一堆毫无作用的废料 手掌清灰 枯萎的地心火之 从药顶之内掠出 最后摔落在一旁的草地上 落地瞬间 便是化为了一堆灰色灰烬 随风而散 不愧是炼药宗师 这般提炼手法 远非我可比 望着那一地的灰烬 萧炎安赞了一声 他往日提炼药材 基本是直接就将药材彻底焚毁 这并不能说明 是其火焰凶猛 而仅仅只能说是对火焰的控制程度 并未真正地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而只有像药老这般 在其中药力彻底枯竭的刹那 便是把持着温度将之抛出药顶 方才是能说成真正的完美控制 一团血红色的液体 在药顶之内滴溜溜地旋转着 宛如一枚血色猪体一般 这些血红色液体 便是从地心火之之中 初步提炼而出的精纯药力 其中所蕴含的能量 庞大的令人扎舌 在这些血红液体凝聚之后 却是并未如同以往消炎炼药般 安静听从炼制 反而是一缕缕血丝 悄然蔓延而出 血丝之上蕴含着极为强横的能量 每一道血丝击打在顶内壁之上时 都会传出一道道清脆的金铁碰撞声响 在这些血丝的胡冲乱撞间 连药顶都是微微颤了颤 消炎惊讶地望着药顶内 密密麻麻爆射的血丝 忍不 不愧是需要炼制六品丹药的药材 竟然还具备反击的效果 看这些血丝的尽力 若是换作它所使用的那些普通药顶 恐怕顶不住几次 就得被洞穿崩裂吧 这些血丝的暴动 并未让得药老表情如何变化 淡淡地一挥手 药顶之内的森白色火焰 猛然暴涨而起 而那些血丝 一旦被火焰所碰触 便是犹如兽精一般的急速退缩 如此一来 在火焰大规模的包围下 原本密密麻麻的血丝 也是再度被压制回那团血红液体之中 在周围那些火焰的虎视眈眈下 再也不敢随意闯出 噗 一簇森白色火焰从中脱离而出 最后悬浮在血色液体之下 火焰升腾间 爆发出极为炽热的温度 一时间 那血色液体团表面 顿时沸腾了起来 一个个细小的气泡 不断地鼓动着 随着气泡的鼓动 顿时 一丝丝极为淡薄的灰色烟雾 从中生出 这些都是 蕴含在其中的杂质 想要炼制出品质不错的丹药 这些杂质就必须彻底剔除 否则到时候 说不定还会因为杂质的掺杂 而导致难以承担 剔除平常药材的杂质 或许顶多只需要十几分钟而已 但是这地心火之明显 不属于这一列 因此 即使是有着古灵冷火 这股强悍一火的炙烤 它也仅仅是要死不活地 吐出体内杂质 甚至到的后来 基本是要火焰炙烤十来分钟后 方才会再度吐出一缕灰色烟雾 这等顽固的杂质 另得一旁的硝烟有些扎舌 这还是要老操控的成绩 若是换作它来的话 恐怕光光提炼药材 就得废去将近一天的时间 这六品丹药 果然是极难炼制 等待的时间是极为枯燥的 但是硝烟却是并未有太多的分神 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其目光没有一刻移出过药顶之外 随着三个小时的提炼 那血色液体之中的杂质 终于是被剔除殆尽 而杂质 进去的血色液体 不仅变得更加圆润 而且 其颜色也是变得透明了一些 仔细看去 还能看见其中翻腾的气泡 提炼完毕 药老脸旁 也是略微松了松 屈指轻弹 顶内的那团血色液体 立马在一簇森白火焰的包裹下 悬浮而出 最后连同着火焰 一起灌注进了一支玉瓶之中 望着药老 这与常人不同的保存方法 萧妍有些惊讶 目光看向那个玉瓶 却是发现在玉瓶口处 竟然是有着一层淡淡的火焰薄膜 当下一阵 略微沉吟了一下 似有所悟 这种保存 能使得其中的药液 一直保持着出炉时的温度 以及精纯 并且不会受空气中的杂质沾染 但是对火焰的操控程度也是很高 玉瓶性脆 若是温度稍高 就会连玉瓶也是炙烤爆裂 措手不及下 反而会使得提炼的药液 也是彻底报废 再次挥手 将那株轻木仙藤 抛进药顶之中 药老缓缓地到 微微点头 萧妍将这小诀窍 暗暗地记在心中 轻木仙藤的提炼 丝毫不比的星火之轻松 甚至因为本身材质的缘故 其对火焰的耐烧程度 即使是药老 都是有些感到吃惊 光光是将轻木仙藤中的药力驱逐出来 便是足足耗去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而后来的提炼 则更是持久 四个小时 这个长久时间 让德消炎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这也叫老如此雄浑的灵魂力量 方才能够坚持吧 以他现在的实力 炼制丹药 顶多只能持续三个多小时 便是地休息 等到痘气再度回复后 方才能够继续炼制 当青木仙藤化为一团翠绿色的液体 被收进玉瓶中时 夜色都已经笼罩了整座山脉 黑夜间 山峰之上的森白火焰 略微显得有些刺眼 提炼完青木仙藤后 耀老并未有着片刻的休息 直接是再次开始提炼龙须冰火果 望着耀老那紧绷的脸色 硝烟揉了揉有些疲累的眼睛 振奋起精神 再度牢牢地注视着炼制 他心中清楚 观摩这种等级的炼丹 对他有着极大的好处 可不能白白地失去了机会 龙须冰火果的提炼时间 与青木仙藤相仿 当其提炼完毕时 天色已至深夜 漫天繁星微微闪烁 倾洒着微弱的星光 不得不说 炼制六品丹药 是一种极其繁琐与劳累的活 光是药材的提炼 便是将近消耗了一天的时间 不过好在 药老实力雄浑 即便不停歇地炼制了一天时间 依然不见丝毫疲态 反而是消炎 有些略带黑眼圈 在第二日 那枚六阶的水系磨合 也是彻底地被药老炼制成了 一堆蔚蓝色的粉末 而仅仅这一项 便是足足消耗了 药老十多个小时的时间 六阶磨合的 对火焰的反抗程度 远远比那些药材的反抗 要剧烈上数十倍 并且因为属性相克的缘故 其中浓郁的水系能量 甚至差点一度冲出药顶 不过还好药老 对此早有预料 因此 方才会造成什么损失 但这般折腾中 自然是消耗了大把时间 消炎坐于一旁 瞧得药老 与那六阶磨合间的抗衡 忍不住的有些心计 这若是换作它上的话 恐怕就算 花费了三四天时间 也难以将这顽固的磨合制服啊 甚至若是换作一些寻常火焰 说不定还会直接 被那浓郁的水系能量给浇灭了 不过 不管期间如何难熬 提炼终于是彻底完成 在第三日的时间中 经过古灵冷火一个昼夜的炙口 几种药材与磨合粉末 终于是逐渐地减弱的排斥性 最后开始融合 虽说是融合 但是那融合速度 却是犹如龟爬一般 慢得令人难以忍受 在这期间 就是以硝烟的定力 都是忍不住的途中 假媚了一次 融合 是炼丹之中最重要的一步 只要期间稍稍挫上半点 好不容易提炼而出的药材 便会请客间焚毁 所以 在这一步上 即使是以药老的实力 也是不敢有着丝毫的分神 乃至于硝烟偷偷假媚的时候 它都是无暇理会 这一步虽然凶险万分 不过好在 有着药老 这位炼药宗师把持 因此 那最糟糕的情况并未出现 在经过整整两日的融合之后 一枚淡蓝色的丹药雏形 终于是在药顶之中 缓缓成型 在这枚丹药雏形成型的刹那 小炎清晰地感觉到 周围天地能量 猛然间波动了起来 那幅景况 就犹如在平静的湖面中 丢入了一块巨石般 巨浪翻涌 对于外界波动的天地能量 药老面色没有半点变化 心神紧紧地关注着 药顶之中丹药的变化 在这种关键时刻 容不得 它有丝毫的分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眉形状有些不太规则的 淡蓝色丹药雏形 也是逐渐地变得圆润起来 璀璨的豪光 从中散发而出 将之渲染的 犹如一枚蓝色宝石一般 在丹药爆发璀璨光芒的那一刻 小炎略微有些骇然地发现 一圈圈犹如实质般的能量涟漪 一药顶为中心 源源不断地对着四面八方抱涌而出 那股连绵不绝的态势 颇为壮观 咽了一口唾沫 小炎没想到 这六品丹药成型 竟然会造成如此大的动静 难怪药老说 一定要在深山炼制 这若是放在内院 恐怕请客间 就会把全院的人都给吸引过来 你退开一点 更大的动静 还在后面呢 药老目光紧紧注视着药顶之内 嘴中忽然提醒了一句 闻言 小炎背后紫云翼 几乎是在同时的弹射而出 双翼一阵 身体便是闪掠到了山峰之外的半空处 瞧得消炎退开 要老手中硬结猛的一变 滴滴的鹤声从嘴中传出 顿时间 药顶之内 森白火焰陡然大涨 几乎将整个药顶都是涨满 而在那满目森白颜色间 一枚璀璨的蓝色光点 却是越加刺眼 蓝色光点一缩一掌 而随着其这般掌动 一道道能量连移扩散得更加急速 从半空俯视而下 那些能量连移扩散处 山石翻滚 树木拦腰而断 甚至于草皮都是 直接被掀翻了开去 这般强横破坏力 让得消炎喉咙忍不住地滚动了一下 蓝色光点的缩掌越加快速 就犹如是在酝酿着什么一般 如此将近半个小时之后 光点骤然缩至最小点 随着光点的这般急速缩小 要老脸庞之上的凝重 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是浓郁 哄 骤然缩小的光点 在持续了几分钟之后 猛地在消炎紧盯的瞳孔中放大 最后 一声惊雷般的暴声凭空响起 旋即 一道足有两丈粗许的蓝色光柱 自要顶之内 暴射天际 目瞪口呆地望着 那冲上云霄的巨大蓝色光柱 消炎不由地深吸了一冷气 这动静 也太大点了吧 即使这里离着内院老远 可恐怕也不可能逃开一些 实力强横的长老的感应吧 希望不会把内院的人吸引过来吧 不然的话 那就麻烦了 咽了一口唾沫 消炎望着 那经久不散的光柱 苦笑着喃喃道 第538章 药黄 寒风 内院深处 一处幽静楼阁的临窗房间之中 两道人影站立其中 一人一身宽大黑袍 发须皆白 苍老的脸庞淡然如老僧般 始终难以有一丝情绪的波动 他副手立在窗口之旁 望着外面的绿荫 半晌厚 淡淡地道 秦轩 最近天坟炼器塔中动静如何 大长老 陨落星炎越来越不平静了 现在几乎每半个月就会翻腾一次 若非众多长老联手不知能量洁净 恐怕塔中修炼的学员将会出现极大的死伤 其后 一名身形 有些勾搂的黄衣老者 弯身恭敬地回道 越来越快了嘛 被称为大长老的老者 轻叹了一声 喃喃道 当年院长发现 此处的陨落星炎 这才成立了内院 当初他便说过 镇压与封印 仅仅只能取得一时之效 反而封印得越狠 日后爆发时 也会更加恐怖 看这次一伙暴动的痕迹 的确很强大 若是稍不注意的话 恐怕内院都会被毁掉 那怎么办 黄衣老者脸庞上闪过一抹焦虑 低声道 要不 通知院长回来 院长外出游历 神龙剑手不见尾 如何通知 大长老摇了摇头 挥手道 从今天开始 所有长老休息全部取消 守塔长老也必须回归岗位 一旦发现陨落心炎有异动 立刻联手封印 绝对不能让它彻底地爆发开来 不然的话 那后果太严重了 是 另外 准备二手方案 陨落心炎暴动间 驱逐塔内所有学员 不准任何人进入 大长老面容沉稳 一道道命令 从其嘴中 有条不紊地发出 再通知外院 院中强者随时准备待命 若是陨落心炎爆发 这笼罩着内院的空间捷径 便也是会被冲破 到时候 黑角域之中的那些家伙 定然也会感受到 陨落心炎所爆发的强猛波动 一旦过来探知 大乱可就要来了 大长老是担心 黑角域的药皇寒风吧 黄仪老者沉默了一会 忽然道 眼盲微微闪烁 大长老缓缓地点了点头 道 寒风是炼药师 一伙对他的吸引力 更是无以伦比 当年他便隐隐猜测到 内院有着一伙的存在 但是犹如不能确定 所以 倒是不敢有太大的动作 毕竟我嘉南学院 可不是任谁都能招惹得起的 这一次陨落心炎的暴动 将会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强大 到时候 一旦封印被破 以寒风那敏锐的变态的灵魂感之力 定然会察觉到一伙的波动 到时候 他肯定会不惜一切前来抢夺 若他只是一名寻常的 窦皇巅峰强者 我们自然不用拒他 但是 这个家伙的另外一个身份 却是一个六品炼药师 其炼药术之精湛 即使是炼药系的火长老 都是较之不上 这些年 他在黑角狱中 已经组建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关系网 不少势力都与其有着瓜葛 一旦他想抢夺一伙 怕是会动用这些关系网 你应该也清楚 一名六品炼药师 拥有者何等可怕的号召力 而且 据我得到的情报所说 寒风这个家伙 似乎也是掌控着一种异伙 大长老最后的话语中 已经略微带上了一些凝重 什么 那家伙 也是拥有一伙 文言 黄仪长老顿石面陆金融 对于寒风这等实力的炼药师来说 拥有了一伙 几乎便是如虎添翼 这一点 从硝烟凭借斗灵实力 便是可以炼制出无品丹药之上 便是可以清楚知道 这一伙对于炼药师的助力 是何等的庞大 不要忘记 这家伙的老师是谁 大长老淡淡地道 药尊者 药臣 黄仪长老脸色微微一变 吐了一个曾经在大陆极为显赫的名字 半赏后 方才从那名字带来的震撼中回过神来 皱眉道 据说 药臣也是拥有着一种异火 如今他已经陨落 怕异火是传承给了寒风吧 不太清楚 药臣的陨落得太诡异 除了寒风之外 其他人都不太清楚其中内情 不过虽然后者说 他是死于炼丹反噬 嘿 可这借口 未免有些太牵强了一点 以药臣那独不天下的炼药术 岂会犯这种错误 或许 这其中有这些猫腻 大长老黑黑冷笑道 大长老的意思是 黄仪长老一正 玄机放低了声音的道 谁知道呢 听说药臣的老友风尊者 这些年一直在查探 想来他也是不相信 药臣会死得这样不明不白吧 大长老若有深意地道了一声 玄机摆了摆手 道 好了 这些事都和我们没多大的关系 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将严家警方寒风这家伙 他若是纠结了黑角域的那些势力联合 就算是我们迦南学院 也是要大为头疼的 嗯 这事我会立刻去办 黄仪长老点头道 大长老微微点头 呼得问道 对了 那名也是拥有一伙的新生消炎 最近如何了 哼 据说他去深山修炼了两月 回来时已经突破到了斗灵阶别 这修炼速度可真是令人扎舌 而且在与寒贤的炼丹比试上 竟然还成功地炼制出了五品丹药 黄仪长老声音之中充满着惊叹 哦 淡然的脸庞微微一动 大长老点了点头 道 他也是一名炼药师 而且看这情况 炼药数还不低 再加上不错的修炼天赋 能有这般修炼速度 倒也是在情理之中 吩咐下去 尽量不要与这小家伙为难 他想干什么都有的他 日后 说不定还要依靠他 嗯 黄仪长老再度点头 以前他们或许会觉得 一个矛头小子能有何用处 但自从传出消炎能够炼制五品丹药之后 他们这些长老对其的看法 也是改变了不少 五品炼药师 这身份 可以足足要比他们 这些实力在斗王阶别的长老要高贵得多 一名五品炼药师 一名斗王强者 若是放在一处地方让人邀请 只要邀请之人不是傻瓜 定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五品炼药师 后者虽然武力强横 但是在炼药师所能制造的价值下 这点武力不值一提 对于这一点 内院的所有长老们 都是极为的清楚 你先出去吧 把我的吩咐 传给每位长老 大长老挥了挥手 刚欲将黄仪长老浅退 脸色却是猛的一变 一直古井无波的脸色 也是在此刻浮现一抹惊愕 视线透过窗外绿荫 直直地射向遥远的深山山脉之中 大长老 瞧得大长老这副模样 黄仪长老不由得有些疑惑地叫了一声 以他的实力 上还不能间隔如此远的距离 感应到那股强大的能量波动 好强的能量波动 这般动静 可是至少六品弹药成型之十方 才可能形成的呀 眼中金芒暴闪 大长老目光 犹如穿透了空间间隔 直接投射到了深山之中的 那处山峰之上一般 六品弹药 一旁 黄仪长老脸色也是大变 在内院之中 可没人能炼制出这种品质的丹药 我得去看看 你照我先前所说去做 能够炼制六品丹药之人 难道是寒风不长 嘴中喃喃了一声 大长老脸色却是突兀得变得极为难看 这般大敌 若是偷偷摸摸地前进内院 那可是一件极为不妙的事 话音刚刚落下 大长老身形便是一颤 带着黄仪长老抬起眼时 面前的一道黑色残影 已经缓缓消散 急忙抬头 只是见到天空中 一闪而似的淡淡黑影 在大长老发现 深山能量波动的刹那 远在山脉另外一头的 混乱地狱之中的 某处僻静楼阁上 一名青色长山之后 绣着一片枫叶的男子 也是微微抬头 其目光所望之处 赫然也是能量爆发之地 青山男子 面容颇为俊逸 一头黑色长发 锤子肩膀处 身体之上 似乎时时刻刻 都是带着一股异样的药香一般 令人忍不住的 有种亲近的感觉 这般波动 是六品丹药成型方才出现的吧 滴滴的男男生 从青山男子嘴中缓缓吐出 片刻后 他微微皱了皱眉 道 山脉另外一头 应该是嘉南学院的所在 难道是那活老头在炼制 可凭他的炼药术 似乎炼制六品丹药 还有些困难的吧 难道近年不见 炼药术长了许多不成 这波动在嘉南学院范围之中 倒是不好前去查探 虽然不惧他们 但若是 被那些老家伙发现的话 又是少不了一些麻烦 摇了摇头 青山男子缓缓转过身来 胸口之处 会着一个古朴的药顶徽章 药顶之上 六道金光闪闪的奇异波纹 微微波动 刺得人眼睛泛疼 六道经文 这在炼药界 一般只有六品炼药师 方才有资格佩戴 而这位看上去 似乎不过三十左右的男子 居然便是能够携带身上 这等实力 在黑角域中 唯有一人 药华 寒风 茫茫山巒 蔚蓝的天空之上 一道仗许粗的蓝色能量光柱 直冲云霄 许久不散 药老缓缓地从地面上坐起 望了一眼那巨大的光柱 眉头微微皱了皱 伸手一招 顿时 光柱急速颤抖 片刻时间后 一缕蓝色光芒 从光柱之中飘略而下 最后悬浮在了其手掌之上 蓝色光芒逐渐消减 顿时露出其内本体 赫然是一枚龙眼大小的蔚蓝丹药 但要表面极为浑原 犹如海面一般 其上隐隐所残存的蓝纹 则是犹如一道道海浪 极其的旋骑 随着这缕蓝色光芒 从光柱中脱离而出 那道巨大的光柱 也是犹如失去了能量支撑般 略微地颤抖了几下 旋即逐渐变得虚幻起来 直到最后的完全消散 望着天空上彻底湮灭的巨大光柱 萧炎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般动静 若是再持续下去的话 恐怕内院的长老们 都会被惊动过来 震动着紫云翼 萧炎缓缓地落在山峰上 好奇地望着要老手心 悬浮的蓝色丹药 道 这便是地灵丹 药老笑着点了点头 苍老的面庞上 似乎隐隐地有着一点疲累 想来以这灵魂体 来炼制六品丹药 对于他来说 依然是有着不小的负担 眼睛并未遗漏 药老脸上的疲累 萧炎轻声道 如今丹药也已经炼成 老师先回戒指休息吧 哎 现在不仅耗十九 而且也是极为消耗精力 药老摇了摇头 叹息道 放心吧 老师 等我得到陨落心炎后 便开始尝试 给您炼制容纳灵魂的躯体 到时候炼制成功 您也能再度重生了 萧炎笑着安慰道 这我倒是不急 这么多年都等过来了 药老笑了笑 不过话说如此说 可看起脸庞上的笑容 依然还是对萧炎此话 感到有些欣慰 萧炎黑黑一笑 伸出手来 对着悬浮在药老手心上的 抓了过去 然而其手掌刚刚握拢 那枚地灵丹 便是化为一道蓝光标射而出 最后盘旋在药老身旁 犹如具有灵性一般 惊讶地望着 那竟然躲避 开了自己手掌的地灵丹 萧炎错愕地道 难道六品丹药 都是这般具有灵性 竟然还懂得闪遍 也不全是吧 这种品质的丹药 的确具有一些灵性 但是仅仅是那种 极为模糊的感应而已 寻常的六品丹药 不会具有这般灵性 不过这地灵丹 在六品丹药中 都是能够算上名列前茅 特别是经过 我的古灵冷火的催化 其品质比起 其他同等级的丹药 自然是灵性 太更浓郁一些 要老笑着解释道 旋即一挥手 悬浮在身旁的地灵丹 便是自动飞进它手中 取出一个玉瓶 将之塞了进去 然后对着萧炎抛了过去 小心翼翼地接过玉瓶 萧炎望着那悬浮 在玉瓶中的地灵丹 惊异地扎了扎嘴 道 六品丹药 便是有这般灵性 那更高阶的 岂不是还能口吐人言了 想起一枚丹药 却是能够与人攀谈 萧炎额头上 便是忍不住地 留下几滴汗水 哼 七品丹药 的确灵性更强 甚至一些丹药 在出炉之后 若是一个不慎 便是会自动飞走 让累得半死的炼药师 目瞪口呆 八品丹药 甚至都是能够与人拼斗 你说玄奇不玄奇 药老大笑道 萧炎无语 能人战斗的丹药 这 八品丹药 竟然牛逼到这个分上了 八品都如此强横 那九品十品 不是要逆天了 萧炎苦笑道 据说九品丹药 有一些甚至能够化成人形 药老的第一句话 便是让得萧炎脑袋长大了一圈 越来越离谱了 这丹药 还能变成人了 久久为尊 其上并非称为食品 而是独一无二的地品 这种品界的丹药 从远古之后 便是从未出现过 我曾经看过一些古籍 其上面模糊描述的意思 似乎这地品丹药 隐隐和斗地 这个仅仅存在于传说中的阶别 有些关系 药老青笑了一声 最后一句话 却是压抑得极低 似乎生怕被人听去一般 萧炎抹了把冷汗 这地品丹药 竟然如此恐怖 难道想要突破到斗地 就必须需要这种地品的丹药 地品丹药 千年以来 无人能够炼制 其一是缺乏药方 这种等级的药方 基本已经和我们所使用的这种药方 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我们这是炼制天地灵药 地品丹药 那是炼制天与地 山与海 药老淡淡的声音 却是给予萧炎莫大的震撼 炼天地为丹 这也太恐怖了点吧 其二嘛 便是没人具备那种实力 药老笑了笑 玄机补充道 即使我恢复巅峰 那也达不到那种地步 深吸了一口气 想到这连药试意图 竟然还有这等逆天手段 当真是令得他极为震撼 好了 现在你知道这些也没什么用 日后等你到了那个阶别 该知道的自然会知道 药老挥了挥手 将地面上的黑膜 要顶收进漆黑戒指中 然后戒指一甩 便是极为准确地套在了萧炎手指上 微微点了点头 萧炎笑着道 既然的灵丹已经炼制成功 那我们也先回内院吧 药老随意点头 刚欲闪身进入漆黑戒指中 脸色却是微微一变 豁然转过头来 望向山脉的遥远一边 老师 怎么了 药老的举动 也是让的萧炎略微紧张了起来 急忙问道 先躲起来 有人过来了 而且来者实力极为强横 想必是被先前地灵丹成形式的动静吸引过来的 药老陈声道 略意沉吟 身形却是化为一阵光幕 覆盖到萧炎身体上 滴滴的声音在萧炎耳边响起 躲起来 以你的实力 肯定逃不出他的搜索 所以我只能使用灵魂力量将你包裹 快 听得要老声音中的急切 萧炎也是能够感受到 那正对着这边赶过来的人实力之强横 震动着紫云翼 目光在四周快速地搜索一圈 旋即身形静止对着一座庞大山峰之中冲进 最后身形完全消失在聪裕的绿音之中 身形窜进聪裕森林中 萧炎躲在一处隐蔽地带 目光却是透过树枝缝隙 望向遥远的天空 在萧炎将身形彻底隐蔽起来 之后不久 忽然有着细微的破风声响 一道模糊的黑影 骤然间突兀地出现在远处半空中 在人影停顿的刹那 萧炎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一股极为庞大的无形波动扩散而来 最后将附近几个山峰都是包裹而尽 这无形波动就犹如雷达一般 不断地来回扫描着 不过好在萧炎有着要老的灵魂包裹 因此倒也并未被发现 扫面在持续了一会后 便是停止了下来 黑影身形一颤 再次出现时 竟然便已经是出现在 要老炼制丹药的那座小山峰之上 好恐怖的速度 心中为那黑影所展现出来的速度 略微感到震撼 萧炎目光极为隐晦地透过树枝 悄悄地扫过来者 却是仅仅只能辨认出 对方是一名有着白色头发的老人 这人想必应该也是内院中人 但是他的实力 却是要比那些长老墙上许多 如果所料不差的话 他应该便是那位内院 最具威信的大长老吧 心中轻声嘀咕着 萧炎暗中猜测道 不知是何方朋友 在我内院之中炼丹 若是可行的话 能否出来一见 身体落在山峰上 黑袍老者目光环顾四周 看似平静浑浊的眼睛 却是隐隐间闪烁着 如同闪电般的立芒 掺杂着雄浑斗气的声音 在这片天空不断地回荡着 浩浩荡荡 久经不息 萧炎自然是不可能一言现身 身体犹如尸体一般地 趴在树丛中纹丝不动 心跳声也是被其压抑到最低点 再加上要老灵魂的遮掩 他相信 就算这黑袍老者再厉害 应该也是察觉不到他的方位 浩浩荡荡的声音 在半空中回荡着 许久之后 终于是完全消散 然而周围 依然安静如初 这里的黑袍老者 眉头不由地皱了起来 难道已经走了 轻叹了一声 黑袍老者 只得再度腾身而去 身形几个闪掠间 便是消失在了天际之边 望着那消失的黑袍老者 硝烟这才轻轻松了一口气 身体刚欲有所动作 要老的沉声 却是在耳边响起 不许动 刚刚扭了扭的身体再度凝固 硝烟嘴角一扯 只得保持着这个姿势 如此足足将近过去了 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在他即将忍受不住时 期望着那处山峰的眼瞳 却是骤然一缩 只见得原本空无一人的山峰之上 突然间 微风吹过 一道黑袍人影 犹如鬼魅一般 缓缓地出现在了硝烟视野之中 望着那道明明已经走远 可却再度诡异出现的人影 硝烟额头之上 瞬间冷汗密布 这老家伙 还真是狡诈 若是先前没有要老提醒 恐怕他一现身 就会被逮个正着 这种情形 他似乎不是第一次遇见了 再度出现的黑袍老者 无奈地望着四周 现在他方才确定 在此炼制丹药之人已经走远 一声叹息 身形一颤 便是再度消失在了原地 这一次 随着黑袍人影的消失 硝烟终于是彻底地 将那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 全身松垮垮地趴在树枝上 犹如脱离一般 任由冷汗将衣衫清透 第540章 探宝的天赋 在躲避开黑袍老者的搜索之后 硝烟再次在深山中逗留了半天时间 这才施展紫云翼 放心地回到内院 借助着天色暗淡因故 硝烟又一次顺利地摆脱了那些 想要向他挑战的好事者 静止窜进了盘门之中 大摇大摆地回到楼阁 然而 当其推门而入时 面前白颖骤然闪掠 令得他急忙警戒地退后了一步 定睛一看 不由得有些恶然 原来面前这道白颖 竟然便是那位所谓的强榜第一 魔兽化身的紫妍 此时的白衣小女孩 正满脸期盼地望着门口的硝烟 乌黑大眼睛 充斥着垂涎的意味 可 紫妍 你怎么来了呀 将提起来的心放了下去 硝烟干咳了一声 笑着揉了揉紫妍的小脑袋 然后便是侧身闪进了房间 进入房内 却是发现薛 虎家 吴浩等人都是在其中 而此时的三人 皆是目光有些怪异地望着他 你给我练得丹丸吃光了 紫妍犹如跟屁虫一般 紧紧地跟着硝烟身后 小脸淡微红 似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闻言 硝烟不由地抹了一把冷汗 这小家伙 不愧是魔兽体质 药性那么狂野的药丸 都能在几天内全部吃光 以硝烟对他的了解 恐怕后者是将那些药丸 当作糖果来吃吧 快步走进大厅 就听得虎家悄悄地嘀咕道 这小女孩 究竟是什么人 今天早上 她突然来到我们盘门 只说要找你 听得你不在 就坐在这里不离开 一脸小脸冰冷的吓人 对方是小孩 我们也不好抢来 硝烟微微点了点头 苦笑道 还好你们没抢来 不然的话 这楼都得被拆了 听得硝烟此话 一旁的吴浩与虎家 都是有些错愕地望着 那自从硝烟出现后 脸上冷漠便是解冻的小女孩 如此可爱的小女孩 竟然会有这般暴力 这小女孩虽然年龄小 可体内似乎蕴含着 极为强大的能量 真要动起手来 这里还真没几个人能应付 旁边的轩倒是并未有太大的意外 听她此话 似乎也是隐隐感觉到了 紫妍的强横 硝烟有些诧异地看了轩一眼 她这灵敏的感应 可不像是一个大斗士能够具备的 不过对于轩的神秘 硝烟也不是第一次如此感觉 所以 诧异仅仅持续了一瞬 便是快速地消散了去 虎家与吴浩面面相去了一眼 忍不住地娜娜道 不可能吧 她才这么小 凡事可不能光看表面 硝烟笑了笑 她当初在未搞清楚紫妍的身份后 也是为她如此年龄 便是拥有这般强悍力量 感到惊骇 因此 倒也是颇为了解 虎家两人此时的心情 在柔软的椅子上坐下 硝烟忍不住地有些感到疲累 手指揉着额头 眼睛也是须眯了起来 这几天 观摩药老炼制地灵丹 也是消耗了她不少的精力 啪 啪 在硝烟刚刚坐下后 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忽然响起 硝烟疑地睁开眼睛 却是见到面前桌上摆满了一堆药材 在桌子旁边 紫妍正将一枚纳戒套在自己小手指上 这是守护药库的老头 让我给你送过来的 她说 这些药材 是什么柔长老准备的 这些事情 明显不是紫妍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 在将这些东西丢出来之后 她立马从那戒中 掏出一株有些像植物根筋的粉红色块状药材 乌黑大眼睛 期待地望着硝烟 用稚嫩的声音道 还有 你说了我吃光药丸 就可以找你的哦 瞥了一眼桌上的药材 硝烟随意地翻看了一下 略微点了点头 那刘长老对于这点 倒是没有过多吝啬 这里的药材 应该有着三份的料 显然 她也担心硝烟失败率太高 所以方才咬着牙 从牙缝中多扣出了一些来 只期望她三幅药材中 能够炼制成功一枚龙力丹 翻看过后 硝烟这才接过紫妍手中的那根筋药材 上下翻看了一下 不由地叹息了一声 她认识这东西 这是一种名为火灵根的稀罕药材 其中所蕴含的浓郁火系能量 即使是她 都是忍不住的大为心动 这家伙 简直就是一个糟蹋药材的火宝啊 摇了摇头 硝烟苦笑道 好长老妃被你气死不可 胡说 这药材是我自己 在深山中寻找到的 我本来 就对这些天地灵雾 有着特殊的感应 才不是偷那个老家伙的呢 闻言 紫妍乌黑大眼睛顿时一鼓 这词 硝烟心头不由地微微一动 这紫妍本体是一种上古异兽 难道她有着一种与生俱来 类似探宝的天赋 眼睛悄悄地亮了一点 如此说来的话 这小家伙 岂不是如同聚宝盆一般的存在了 有了她这种奇异感应 想要在深山中寻找天地灵雾 无疑是能够减少很多的麻烦 你能感应到 那些深埋地底的药材 一旁 薛儿也是有些惊诧地问道 紫妍看了薛儿一眼 不知为何 她对这个漂亮的姐姐总是隐隐地有着一种忌惮 因此 说话间倒也不至于显得冷漠 哼 这内院深山中 哪里有灵药我当然知道 不过大多灵药 都有实力强横的魔兽守护 就比如那山谷中的一头雪魔天原 她肯定守着好东西 不过我去了几次 都被她打了回来 后来在内院遇见一个有着银色头发的女人 我看她顺眼 就告诉了她雪魔天原所守护的东西 不知道她有没得手 她说了 如果得手 还要分我一份呢 紫妍的这话出口 大厅中几人脸色皆是各有不同的变化了起来 虎家与吴后满眼骇然地望着紫妍 雪魔天原的名头 她们自然也是听说过 没想到这个小女孩 居然敢与这种凶兽交手 这等实力 即使是放眼内院 恐怕也是寻不出几人吧 没想到韩月知道那山谷中藏有地心脆体乳 竟然是紫妍告诉她的 这事情 可真是有趣 消炎嘖嘖地摇了摇头 有着银色头发的女人 这内院似乎也就韩月一人吧 嘿嘿 紫妍 我们来做个交易怎么样 消炎眼珠转了转 忽然脸庞上堆上笑容 冲着紫妍笑咪咪地道 你想干嘛 瞧得消炎的笑容 紫妍顿时退后了一步 警戒地道 以后只要你丹丸吃完了 我可以放下所有事情 第一时间帮你炼制 消炎含笑道 但是作为交换条件 如果我需要去深山找寻药材的时候 你得跟着我一起 身为炼药师 对于珍惜药材的吸球 简直比任何东西都要渴望 而紫妍那个探宝天赋 对她来说 无疑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你想让我给你探寻药材 紫妍虽然年龄小 可却并不笨 因此消炎的目的 请客间便是被她所明了 我给你炼制药材 也是很消耗气力的 总不能让我白干吧 消炎瘫了瘫手 道 皱着眉头 紫妍思索了好一会 方才有些不甘地点了点头 嘟囔道 随便你 反正我只带你去找药材 如果遇见守护药材的魔兽 你得自己解决 当然 实在我出手也行 但是需要给报仇 笑着点了点头 消炎起身 将桌上的大堆药材 全部收进那界中 然后冲着紫妍扬了 扬手中的火灵根 道 东西晚上帮你炼制 你明天过来拿吧 不要 我就在这里等 文言 紫妍连忙摇头 道 随你吧 薛儿 给她安排的地方 这几天实在太累了 我先休息一下 消炎无所谓地点了点头 然后冲着薛儿吩咐道 点了点头 瞧得转身上楼的消炎 嘴巴微微动了动 欲言欲止的模样 似乎是有什么事情 想说一般 不过片刻后 化为一道无声的轻叹 低头对着身旁的紫妍 微微笑了笑 与虎家两人打了声招呼 便是牵着紫妍 对着一方践行去 夜 笼罩着整个内院 偶尔灯光闪烁 驱散了许些黑暗 楼阁之中的一处房间中 寻而停停欲力地站立在窗口处 微弱的月光从窗口射进 将那玲珑纤细的胶躯包裹 青丝随风轻拂 别有一番动人气质 在安静中 房间之中的阴暗处 黑影忽然蠕动起来 最后在房间内 凝聚成一道苍老的人影 小姐 人影浮现 恭敬地对着薛儿微微弯身 看其面貌 正是灵影 灵老 有事便说吧 薛儿转过身来 精致无瑕的美丽容颜 浮现一个清淡笑容 轻声道 闻言 林颖略微迟疑了一下 目光盯着薛儿的脸色 片刻后 方才低声道 小姐 族长有命令传过来了 林颖话音刚刚落下 薛儿那处立在月光之下的郊区 便是位不可查地 轻轻颤了颤 说 月光笼罩中 少女声音略微显得有些轻了